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零零后夫妻为了去旅行拍美照放IG 竟然卖掉孩子来换一家iPhone14 干人啊 你以为你孩子是婆娜啊 哥 你扑起嘛 我 哥 为什么你要再看着我 因为我也要换一家iPhone14 我跟隔壁姐姐讲 你每个礼拜都会去投阿萨在外面的内衣 太玩笑的啦 这样认真是我们 哥 今天悠悠老师跟我们讲 女生在跌倒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除了痛还有什么感觉 女生第一次跌倒的时候 就好像被人家摸了一下手 会很紧张的 第二次跌倒就好像是被人家摸了一下胸部 会感觉很可怕 跌倒跟胸部 第三次跌倒就好像被人家抢到很痛苦的 痛苦我是可以明白啦 但是抢 然后就有位女同学举手站起来 问了老师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咯 什么问题 那个女同学讲她现在已经跌出了快感 这样算正常嘛 蛤 哦 哥 这男生在跌倒是不是好像是 嘻巴你给我闭嘴滚出去 啊 到底什么是快感 火爆安迪车胎被锁后 就开始把脾气转向附近的学生 才把别人的电话摔在地上 恐慌咩 所以如果有人这样熊的咩 一个比一个狂啊 哥 妈 欧烈 不要被我拿电话丢你啊 哥 为什么你的脾气要这么暴躁呢 看到你就堵了 每天问我废话 塞我西干 我只是跟你分享我的美好生活体验而已啊 不好咩 讲 什么临时 哥 我今天的中文小考拿铃蛋很sade呢 哼 瞎水 这样笨的咩你 不要跟人家讲我是你狗婆啊 你觉得老师是不是不明白我写的答案啊 今天考什么 今天的小考题目是 坏心萝卜跟怀孕妇女的共同点 你老师会不会的出这样的考题 你先猜猜看我写了什么 都有 确信 不对 都是 啊 重置了的货 嗯 还差一点点 呃 哎 讲啦 你到底写了什么 我写都拔得太晚咯 蛤 嘿 哥 你觉得我要不要去跟校长上述一下呢 操我X 上你条连过过啊 啊 我一定会去教育部上述的 澳洲11岁女童卖玩具卖到千万身家今年正式宣布退休 骂兵欸 我有听错吗 阿堆 11岁退休 你父母都还没有退休啊 你退休高连咩 哥 X你骂兵 哥 今天上棚人课的时候 我学会了一个很厉害的技巧 你学校几时有棚人课的 很假的就有了咯 爸爸还一直陪我去上 棚人老师是不是很漂亮 对啊 而且老师才18岁耶 哼 我就知道 不然爸爸这样给博做什么 老师还特别疼我 讲我比其他同学都聪明 哼 聪明哦 哥 不要看不起我咧 所以你学了什么 今天老师把一堆盐和糖混在一起 然后问我们怎么样把他们分开 怎样分开咧 哥 你先瞧瞧看啦 糖比较大粒 盐比较小粒 一粒一粒拿出来 用过滤网 哥 我有一点怀疑你的智商 妈的 我不要猜喔啦 快点讲 把蚂蚁放进去 他们就会把糖搬出来啦 蛤 蛤 蚂蚁搬糖 哥 你觉得我要用红蚂蚁还是黑蚂蚁咧 当年Navu 你最好是给蚂蚁咬死 滚出去 不然我去给你M&G 印度七个月大的婴儿怀孕妇中有重达两公斤的胎中胎 我不能了 这个世界太过变态 现在连baby都可以生baby了 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哥 令老师耶 不要逼我把你变成精子咯 塞回去爸爸的蛋蛋啊 不要AQ了啦 做么 哥 我跟你讲 今天隔壁姐姐被吵鱼了 什么鬼 他不是在对面的便利店做得好好的咩 对啊 可是隔壁姐姐有跟我讲 今天他们店里面有办抽奖活动 跟他被吵有什么领关系 哥 你听我讲先 只要是来店里面消费的顾客 然后有收住履息的话 就可以有免费中奖的机会咯 然后咧 隔壁姐姐讲他今天被顾客抽骂了一顿 忘记给人家履息是吗 不是哦 这样是中的中吗 店长一直提醒隔壁姐姐 一定要跟每一个顾客讲 祝你东奖咯 很有礼貌啊 有什么问题 是咯 我也是奇怪 到底是什么问题 诶 等一下啊 那个顾客买的是什么先 安全套咯 蛤 中奖 安全套 安全中奖 哥 为什么买安全套不给中奖咧 叫不公平的 慢了你bob 我看你是要中了 过来 这个都不管我的事 为什么要打我 鱼子去学车被教练摸到手 拍到po上网 表示委屈到包 靠腰 帮你拉stairling 是怕你撞车啊小姐 动下手会怀孕吗 哥 空港 我开车中你咯 哥 我跟你讲 哥 我今天跟妈妈去逛街 买了很多东西咯 又买了什么垃圾 不重要 但是我们刚刚遇到 妈妈的三姑六婆朋友咯 你可以不要这样没有礼貌嘛 他们不懂为什么 穿到整个好像孔雀匠 够了啊你 天天阿姨就来问我 她今天穿的衣服好看吗 Then 你这样回答 我就讲 好看呀 就这样罢了 然后慢点阿姨也来问我 她的衣服好看吗 所以咯 我就跟她讲 难看 最后Sofia阿姨也来问我 觉得她的衣服怎么样咧 你最好是跟我好好来 我就跟她讲 你是她们的混合体咯 什么意思 好难看 嘿 我是不是应该要跟那姨姨道歉 哥 其实今天妈妈穿的弟兄花裙 也是超级难看的 鸭子真的是没鸭子了 过来 啊 我在五岁那里懂什么是好看 伊斯兰传教室指出 丈夫和妻子的奶打哈喇 因为丈夫才是母乳的主人 哈米凌 现在连奶都要跟寶宝抢了咩 这样以后你老婆的伯伯 也不少register ownership 真是水晓咯 哥 喂 骂兵欸 你又要什么 哥 我要喝奶 怎么 有什么问题咧 你要喝奶找我高龄 我像是有奶给你喝的咩 所以我今天就去找悠悠老师 跟她要奶喝咯 你总你在讲什么吗现在 我懂啊 我只是口渴想要喝奶 所以才会问老师的 你老师怎么要给你奶喝 也对咯 所以老师就很害羞这样讲她没有 然后叫我等她一下 等什么 不要跟我讲她去解你啊 没有啊 悠悠老师就走出去 叫其他的女老师过来咯 然后怎样 我看了一下就讲我要喝低乳房的奶 你还要陪啊 当然啦 我是个悠悠要求的男人咧 最后怎样settle 悠悠老师看来看去 然后就不懂为什么 叫了一个比较矮的老师来喂我咯 蛤 蛤 哥 我只是想要喝低乳房的奶 不得了吗 为什么老师要这样麻烦咧 有X那个叫低子房 你给我过来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大马零零后女子 恋上34岁人夫 称对方有甜有西味 还发生性关系 骂贝贝 穿了 那个CB是怎样 如果是驾BM还是驾MERS的叻 你不是整个贝贝要挖出来给人家了 哥 你干咯你啊 不要不要把你的嘴巴挖出来咯 哥不要啦 我还用我的嘴巴来吃很多很多的零食的 做么啦 哥今天三舅妈带我出去改改叻 去哪里改改 三舅妈带我去医院看女人生孩子咯 什么鬼 可以这样随便看的咩 你回博物馆啊 三舅妈还跟我讲 女人的痛可以分成13个等级 打游戏咧 还有level哦 第一集是最轻微的 回来了 被蚊子叮咬得痛咯 OK make sense 然后然后第12集是最痛的 什么东西这样痛 就是分娩的痛啊 也对本 这样13集的痛咧 分娩的时候同时间被蚊子叮咯 蛤 蛤 哥 这样bubble被蚊子叮的话 算是等级多少咧 空敢我现在就剪掉你的bubble先过来 啊 你听到bubble痛是不是更痛 大马网民发文 吐槽女生oversize 不穿裤子 蜡眼睛泡红 甚至奇怪的打扮 咕咕bird啦 你会不会的 里面当然是有穿裤子的啦 不然进风讲好 哥 骂了咧 哥 我今天听到妈妈跟她的三姑六婆朋友聊天咯 你可以不要一直偷听别人讲话嘛 我听到曼蒂阿姨讲她的女儿被她的老板 那个那个 然后怀孕了咯 这样严重 有报警吗 好像没有 但是曼蒂阿姨的老公有去找她女儿的老板去外理论咯 然后 怎样settle咧 那个老板很抱歉这样一直讲要弥补他们 他都已经 嗯 这样咯 还能怎样弥补 那个老板讲 哦 如果生下儿子的话就会给他们一百万 骂惨 你俩如果是生女儿咧 他就会给他们五十万咯 你这个什么歪理诶的 犯法的你懂吗 是咯是咯 我听到也是很生气 Lan 他们还讲了什么 曼蒂阿姨的老公跟那个老板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什么话 如果流产的话还可以给多一次机会嘛 哥 如果是松胞胎的话要怎样分钱咧 赶紧拉布 还要落井下石是不是 滚出去 我只是要把钱算盯出罢了 女子便秘十多天 医生动手速取出二十公斤的大便 普吉妈 大便都要比你重了咧 诶 不是我 这样子减肥的话好像也是ok的咧 哥 妈 金椒 不要被我塞大便进你的嘴巴咯 哥 我不要吃大便 有屁快放 喂 我不是叫你真的放屁辣屌 很臭啊 你懂啊 哥 刚刚爸爸带我去买对面丹曼阿姨卖的猪血糕咯 你有吃这样的东西了咧 没有啊 可是爸爸很喜欢吃 然后咧 我就很好奇的问卖猪血糕的阿姨 他的猪血糕为什么这样好吃咧 阿姨讲什么 阿姨就跟我讲他用的材料是很珍贵的 一个月只能够卖几天罢了 先嘎人的是吗 什么懒材料来的 阿姨就不懂为什么突然间叹气 有什么好叹气的 阿姨讲 这个秘密材料他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咯 妈 别讲啦 什么来的 阿姨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材料了 只能够靠阿牛儿了咯 哥 要不要一起搁钱卖豆浆 炸小女可以好好度吃吗 你过过来 阿姨 我需要你的秘密酱了 男子患上罕见的双阴金症 还受摇拍小黄片 用过的另一半都欲罢不能 叹了个坏啦 诶 这两条bubble会变不同长度啊 唉 这个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啊 哥 哪呗 哥 今天物理老师一来 跟我们分享奇怪的姿势了 妈病咧 又来 哥 你懂很久很久以前 没有听冷气的时代 医生是怎样包病人探病的嘛 我哪里懂 有耳朵瓜 他们是用一只手扶着胸 另外一只手扶着臀部 然后从背后听的咯 喂 这样爽的咩 哥 我到今天才知道 翅膀的膀跟膀胱的膀 是同一个字耶 HOLY SHIT 中文真的是博大精神啊 还有还有 喜欢扣鼻子的人 会比不扣鼻子的人更聪明咯 为什么 因为用手指按摩鼻子里面的黏膜的时候 会产生刺激大脑的效果咯 哼 没怪我会讨论完以后 没变呢 哥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恐龙都还没有灭绝耶 你讲什么鬼话 你讲他们现在在哪里咧 老实讲 他们全部都已经去拍电影咯 蛤 哥 你懂乌龟跟母鸡有什么共同点吗 控感都跟你一样欠打蜡 给我死出去 他们不用做阿爷 可以下单哦